《海峡打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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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林世雄 当前中美关系成自由的体制 集聚之下 引起了全球人民人心惶惶 年龄来 美军在南海小动作不断 先后派出独家战机 对侦察机老飞到我国的台湾 广东福建附近天空 派出双航母演戏 搞得世界对南海局势非常激张 也引起全球对美国 对特朗普政府引起前列不满 中美关系能走到哪一步 但是南海到底会不会发生战争 全球人民是高度关注 因为五千年文明愿意的中国 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 所谓美国改造中国论 注定会失败 中美关系要走到何况 全球目光都引现中美 事实上来说中美关系是密不可困 假如说能引起战争 肯定不是我们国家 我们世界希望看到的 也不是美国人民能够接受的 我们国家虽然反对战争 但是我们也不惧法战争 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 他就不断的特朗普政府不断的制造矛盾 就开始打贸易战 就是要把这个中国扼杀 封闭在这个对外开换之中 这一次这个特朗普 这个恶意制造的这个抵制 就是翻杀华为 中国华为跟中国5G 仅仅一个美国硅谷的公司 就能要会损失五六十亿的美金 我们中国是美国汽车 电信的广大的消费国 一旦我们两国出现了一些波索 我们美国的经济会很糟糕 这个美国会大量的这个企业 会拼命这个停产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汇染疫情 这个美国控制独立 当前有几千家 据说有三千六百多家的 这个美国企业 申请这个特产保护 特朗普政府啊 为这些企业 为了这个这个民情民意 要寻找一个泄红的这个口味 他们就简单了 他们就想把这个毛头 这个引线了这个东方 我们打过中国 中美出现恶化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关系啊 所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利益临近了美国大选 众所周知 美国是一月又一月 举行这个大选 那特朗普为求联任 就不断的这个培制国内的这个这个这个民粹 这个这个民粹 就有一片 太好为首了 这个 一直想这个抵制啊 这个中国 以制造这个中美紧张局势 来遏制中国 然后以此来谋求这个 这个霸权主义 能够在美国大选中核勝 特朗普那些幕僚啊 其实一直 一直要请出美国政府 要对中国 采取这个前英派的这个态度 就是所谓的英派 一定会借此大舟文章 所以我们中国要对此 要保持这个 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千万不能这个陷入他的陷阱里面 面对中美紧张关系 我们中国该怎么办 在我们国内啊 是各种声音都有 有这个 有罗兰的一面 也有意义的一面 也有无所谓的一面 但是 我认为这个 我们最大应对的措施 就是不受美国左右 西西兵总统主义说 中国始终支持都边主义 践行都边主义 开放 合作 共赢 共赢的精神 同世界各个共盟发展 我们唯有这个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文教 努力加钱 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全球化联系 做好中国应有的这个事情 当好中国应有的角色 这才是我们应对奉行 孤立主义 单边主义的美国的最好的环境 我们最后的一次